晃屁 小龙大人远在边疆 怎么可能认识一个废物 我就说这个废物 不可能认识小龙大人 洪七山 你被骗了 对 这个废物经常骗我们 你真不认识小龙大人 白痴 你被骗了还帮别人输钱呢 你可真够白痴的 你真敢骗我 还不赶紧跪下 给白虎大人道歉 愚蠢 骁龙来了 也不敢在我面前放肆 一个小小的云城负责人 也敢胡家虎为为虎作称 混账 你还敢叫白虎大人做事 将白虎逐出龙神殿 从中处罚 白虎大人 您不用担心 肯定是这个废物要在装呢 不是死活的东西 你还以为有城主大人跟你撑腰呢 蠢货 敢得罪龙神殿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救得了 我倒要看看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的 敢冒充骁龙大人 对 这个废物怎么可能认识真正的骁龙大人 是属下一家犯上罪该万死 属下马上照办 白虎大人 真的是骁龙大人 不可能 光天化日之下绑架民众 还敢搞封建 迷信冲洗致病 你孙家是想找死吗 盟神有令 孙家为非作歹 影响恶劣 马上查封孙家 爷爷 孙家被灭了 爸 秦玉天真的认识骁龙大人 现在连城主都在帮他 咱们以前错怪他了 愚蠢 你们两个被骗了 灭掉孙家的不是他 不是他 怎么可能 白虎大人可是当着我们的面接的电话 打给白虎的是骁龙大人 和那两个非我没有关系 我已经得到确切消息 龙神确实来云朝了 龙神向来疾恶如仇 是他得知了孙家冲洗的事 才命令骁龙灭了孙家 原来是这样 这确实符合龙神大人的行事作福 混账东西 还真是好运气 暂时啊 先不用理会那两个废物 我听说龙神大人这次回来 是找人结婚的 骁龙大人 更是已经包下了整个皇庭酒店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要与骁龙大人攀上关系 爷爷 咱们真的能见到龙神吗 你好好打扮一下 我会想办法 把你送到龙神大人床上的 爷爷 咱们真的能见到龙神吗 你好好打扮一下 我会想办法 把你送到龙神大人床上的 谢谢爷爷 今天 我一定能成功睡到龙神的 你要到去哪 云莫还在医院呢 医院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 跟我走 我有件礼物要送给你 偏心拍卖会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今天在这里啊 要拍卖一个名叫世纪之恋的项链 我想买下来 送你 是我听错了 一个废物一杆和我抢世纪之恋 在我没生气之前 赶紧滚 你就是那个被人扫地出门的丧家出去 自己没本事就想混进我们上流社会的拍照装逼似的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这种垃圾给我赶死 免得拉低了拍卖会的道次 没听见王少说的话吗 这里是你们这些阿曼奥狗能来的地方吗 赶紧滚 没听见王少说的话吗 这里是你们这些阿曼奥狗能来的地方吗 赶紧滚 李福寿求我来参加 你确定要赶我 白痴 创逼撞到我头上了 哎 要不我现在就给李叔打个电话 让他亲自请你进去 哈 李叔啊 这门口有个姓秦的废物 说是您请来的 哈哈哈 别闹了 咱们还是走吧 敢冒出我们李总的客人 真是活腻了 赶紧滚 再不滚 老子打断你的腿 住手 东西我的客人都敢来 老子 李叔 这个废物身是你请来的 你脑子糊涂了 闭嘴 你是看在你爸的面子上 你爸这抽死你 李叔 这个废物身是你请来的 你脑子糊涂了 闭嘴 要不是看在你爸的面子上 你爸这抽死你 哈哈哈 那秦先生林小姐 误会误会啊 二位请 傻子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骗了 李叔 但是就凭你也想买设计之链 门都别 你在找死 还可装逼 就你这样的废物 奴隶一辈子也买不起 试剂之链上的 一个配件 先生们女士们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 压轴物品 由顶级工匠打造的 历时三年零八个月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试剂之链 今天 请在座的各位 给我王天璐一个面子 这件试剂之链 是我王家要拍下来 送给龙神的贺 所以我势在必得 今天 请在座的各位 给我王天璐一个面子 这件世界之链 是我王家要拍下来 送给龙神的贺礼 所以我势在必得 不用白费心机了 龙神是不会接受你的礼物的 不吃死祸 就你个非有一肝 揣摩龙神的心思 你以为自己是龙神吗 这不是林家的上门女婿吗 敢和王少装逼 她活腻味了 可能脑子有病吧 不然她一个废物 怎么敢来这种地方 对呀 哈哈哈 来来来 你闹够了吗 还想不够丢人吗 放心 这件世界之链 非女婿 先生们 女士们 现在开始竞拍 起拍价八千万 每次加价不低于一千万 八千万 九千万 一亿 是 你疯了 是 为了装病你还真敢喊 是 为了装病你还真敢喊 一个废物身上有一百块 一亿五千万 两亿 找死 找死 我王家有百亿资金可以随时调动 一个废物拿什么根本屁 卖了你老公 哈哈哈哈 兩亿第一次 兩亿第二次 三亿 你王家钱很多 向我老婆道歉 否则 五分钟之内 你王家所有账 都会被动 哈哈哈哈 你是要笑死我吗 啊 让我道歉 你命 还说冻结我王家银行账户 你冻结一个我看的 自作业 马上冻结王家所有账户 出来了挺像 你电话拨通啊 你电话拨通啊